我們請李彥秀委員發言 我們在現場的是衛福部有同仁來嗎 是政務次長 何次長 那何次長 那我是不是請何次長跟郭署長 請何次長 郭署長 貝勳 委員好 市長 署長 我想針對於今天早上 包括那麼多的委員 針對於熱帶性的疾病防治中心 大家各自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認為最近這幾年來 特別是從今年初開始 就有相當嚴重的流感 那從去年前年開始 國人對於中南部的登革熱 大家也覺得說好像狀況越來越嚴重 好像每年它都一定會來 這個數量好像也不見得降的下來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防治中心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更明確的有一個目標 特別針對於中南部的這整個疫情 可以控制住 因為其實現在一日生活圈 北部到中部其實兩三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到 所以其實不僅是中南部的人有壓力 北部也有壓力 更對於未來這整個醫院的資源 醫療的資源的調度 我覺得我們這個防治中心 其實有很重要的定位在 市長 署長 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非常同意 好 那我要請問市長跟特別是署長 從去年開始 包括今年陸下以來 大概是目前我們登革熱的部分 本土的案例 從2007到2013 本土的案例都至少破千 或甚至比較少可能也至少有500個例子以上 所以就是說本土的案例越來越多 那我應該是說請問署長 如果這個防治中心讓你成立之後 你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或者是就去年前年這樣子的狀況 有機會 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改善 這個是署長還是署長還是市長可以回覆我 未來主要業務我應該問誰呢 因為疾病管制 因為每一年的狀況應該是署長 但是市長在這個議題中間的角色 報告員 我想這個組織目前 陳一名陳委員提出來之後 大的方向我們都同意 那麼需要有這樣額外的一個研發的能量 他就有研發的功能嗎 研發就是為了 研發是為了要防治 所以不是為了只是在做論文 我想講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會需要有這樣的研發的能量呢 很簡單 原因就是因為 就如同這個委員剛才提的 這麼多年來下來 那麼包括是地方呢 花了這麼多的力氣在做 這很顯然這些工具呢 都已經這個落伍了 不夠 對我們確實是需要更 更好的這個武器跟工具來做防治 那這個 市長我先問一下 我們有國衛院 國衛院這幾年 我看到你們預算也沒少編 每一年有16億 對於單項好幾筆在編預算 那國衛院的功能也不足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國衛院在過去大概 也沒有做這部分的研究 醫療政策或者是包括環境 還有毒品 我說毒化物 包括食品這部分的一些研究 所以目前針對這個疫病的部分呢 它是有一個傳染病跟疫苗研究所 也就是這一次在高雄 包括流感的部分也是 其實只要是我們部裡面認為說 這個是國家重大的衛生議題 我們就會請國衛院進行相關的研究 好 那所以未來我們這個防治中心 只是針對於登革熱 還是所有流行性的疾病 都會放在這邊 所以國衛院不會再重複編列 現階段是在台南跟高雄設置的 文美傳染病研究防治中心 是針對登革熱這個部分 因為去年前年的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在地方政府跟中央的一些 共同思考討論之下 現行是兩邊掛牌 馬上協助今年度的疫情的防治 但長遠來看 就像剛剛... 所以你剛剛這個防治中心 最主要是 還是最對登革熱的部分 現階段 但是... 現階段 像最近大家在探討的資卡 對... 沒錯... 很多孕婦都很擔心在網路上的討論 沒錯... 所以我們要成立這個中心的目的 就是針對所有以後 可能包括熱帶性的一些疾病 或者其他可預見 在台灣會發生的疾病 都可以融入在底頭 其實我想要提的 包括泰國 從今年出到現在 已經有確診的病例在 當然我們目前還有一對夫妻 從疫區返國疑似感染 像這樣的新聞 如果發生在個人 大家可能就... 不是那麼... 引起那麼大的騷動 但是在孕婦身上 大家就會... 很多孕婦就會有壓力開始 當一個媽媽她就會想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當然支持 我個人是支持 也同意 也認為應該要這麼做 但是我要確認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防治中心 只是在學術論文的研究 預防的部分 還是後續包括SOP 也會有所討論 沒錯... 也有... 就是所有跟防治 從文字到怎麼早期診斷 到最後這個防治團隊的 主要防治模式 好 那正次 那我就要跟署長 跟您探討一下 因為還有四分多鐘 我時間是足夠的 防治的部分 後續當然 學術這是非常專業的東西 這當然是交給你們 未來去做研究 但是後續的怎麼去做 我認為就會牽扯到跨部會的部分 對不對 署長你同不同有的說法 登格勒的部分 是絕對需要這個跨部會 那假指是以流感的部分 主要是在衛福部 不過包括今天在談的 有時候也需要發動 其他的部費來鼓吹 比方說企業 他們來打疫苗 這有的時候也會用到 其他部會的力量 我要提醒你 我善意的提醒你 我善意的提醒你 我從來不認為 剛才講的包括資卡 包括流感 包括腸病毒 因為很多都牽涉到各縣市政府 包括這個登格熱 各縣市政府 環保署怎麼做 各縣市環保局怎麼做 蚊子是到處跑 如果他把那些到處的 空地的瓶瓶罐罐 工地一大堆 積水也都沒有清 那就是到處跑 但是這些工具 並不是在你衛福部 也不是在你疾管署身上 對不對 對 你有漂亮的SOP 你有好的SOP 但是 如果各縣市政府 你橫向聯繫 你沒有主導權 你要怎麼做 但是到最後 發生狀況 責任罵的 第一個還是你啊 對不對 署長 我講的有沒有錯 委員講的是沒錯啦 常常當然 明明有的時候 第二類傳染病呢 是地方主折 但是外界的批評 會主要是針對這個 防疫單位來 這是常常有的 所以署長我今天是 善意的提醒你 雖然我對於過去 疾病那個機關署 對於流感的控制 我不是非常滿意 我應該說我非常的不滿意 但是我認為 如果這個防治中心要做 其實跨部會 跨縣市 我覺得要成立一個 專責的單位 讓你有足夠的主導權 去指揮 衛福部向來的問題是 我只做我的 需要橫向聯繫 那要更高的長官 來去指揮配合 但是通常狀況一發生 疫情一發生 一擴散出去的時候 第一個大家就會罵 衛福部 第二個就是罵你機關署 所以我今天 我非常善意的提醒 我一剛開始 我問你說 你這個防治中心 是不是指停留在 學術研究的單位 還是包括後續 也都在你的掌控 包括後續未來 各縣市要怎麼配合 需要到跨部會的時候 怎麼來做 是不是也是你主導負責 是不是也是這個防治中心 來去做最高指揮中心 署長 是不是他來做最高指揮中心 這必須要跟委員澄清 今天我們這一個中心 它不是一個指揮的中心 它確實是一個比較屬於 後援支持的一個單位 甚至 這個部分當然 假使這個 有關operational research 這種執行的科學部分 能夠借用它們的能量的話 當然一定會 當然一定要借用它能量 不然你疾病管治署 有辦法全部從頭做到尾啊 是 但是我要跟委員報告的就是 我們今天對於流感也好 或者是過去發生過的這些 疫情處理的不好的地方 也已經在做調整 我知道你在做調整 所以我現在是協助你 幫助你 我希望你要成立這個單位 就不要只有上游 下游包括怎麼做 我當然知道你是後勤中心 但是你後勤中心 應該把過去發生的事情 有好幾套劇本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病情堵死 或把這個打擊範圍想辦法縮小 所以我希望 我們好不容易又有資源 要成立這個單位 如果它最後變成朝野共事 確實這個案子會過的話 那我希望後續的疫情 相關的這個疫情 包括流感 登革日 資卡等等 我不知道未來還有什麼 我希望我們把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 防堵 我都希望在你這個防治中心裡面 我們可以想得好 想得更周到 然後或許由行政院 我們成立專責單位 按照你這套標準 我們想辦法來做 但是最高 後面這個最高指導原則 就按照你這個單位 來去做最高指導原則 但是指揮中心由別人來做 但是是按照你這個策略來去做處理 我覺得這樣才有意義 所以今天署長 我雖然對於過去你疫情的處理 我非常不滿意 但是我對於你這個中心 未來成立 我是有很多的期許跟期望 我希望協助你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希望包括這次你也在現場 我不希望今年的登革日像去年那麼嚴重 我也希望明年的流感 人數可以降下來減少 我也希望最近在流行的腸病毒 或許它不是我們現在這個疾病中心在管理的 但是我都希望相關的會傳染的疫情 有機會我們熟練了之後 每一年雖然它是或許是高峰期 但是我們傳染的傳染力 可以慢慢的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打擊面可以範圍可以越來越縮小 這個是我對於你這個防治中心 我個人本席的期望 也希望署長你加油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李彥秀委員可能要麻煩你來 還有衛生 那個黃秀芳委員 有沒有在場 黃秀芳委員不在場 黃秀芳委員不在場 好 林維州委員 謝謝 麻煩你 好 好 主席 請何次長 好 請何次長 謝謝 謝謝 委員好 次長你好 今天我們是要討論 國立熱帶醫學中心 組織法草案 由陳怡民委員所提出來的 組織法草案 這是一個新設的 一個機關也好 機構也好 所以要 它的組織的部分 要由我們 法治司法委員會 跟衛福部的委員會 共同來聯繫審查 我先請教 就是說 早上這樣一路聽下來 衛福部這邊的態度就是說 認為設立一個專責的熱帶 醫學中心這樣的組織 是有其必要 那只是說它的定位 或是要用什麼樣的性質來設立 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聽起來你們比較期待是 由目前的國衛院 國衛院是財團法人 然後來設立一個 所謂的南部分院 這樣的形式來設立 是不是這樣 目前我們考量是朝這方面 在做評估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的組織的部分 還需要透過立法院這邊來審查 才能夠啟用嗎 跟委員報告 我所了解的部分說 只要是政府出資 50%以上都要受到立法院的監督管理 但是它是分院 國衛院的分院 這樣要不要 要不要來送 把那個組織法也要送到這邊來審查嗎 就我所了解 基本上是他們董事會 通過整個國衛院的組織法 整個國衛院裡面 是不是也要送到立法院 就要看 比如說他剛開始 這個有誰了解嗎 法規會早上那個 有沒有答案 有沒有誰比較了解這一部分 如果是用這種方式 國衛院設立南部分院 那當然它會有組織員額的 增加的編制嘛 比如說包括很多職位 很多員額 這樣子要不要修這個組織法 然後要送到立法院來審核通過呢 需不需要 這個蠻重要的 不然將來我們方向上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早上我想其他委員也有提到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國衛院它目前 確實是一個財團法人的性質 那它有設一個 財團法人國衛院的設置條例 那設置條例裡面就有規定說 它可以 如果業務上面有需要的話 它可以在研究機構下面 下設研究的分支機構 那只要經董事會同意就好 所以它的組織的部分 其實沒有需要再另外送立法院審查 應該不用 是 那增加了預算增加了原額 這個編制 只要董事會通過就可以 預算的部分 因為它也是受到立法院監督的 因為我們是有國家的預算去指引 所以是我們編預算送立法院審查 所以預算的部分應該是有受到 這個我不是很了解 我們立法院有沒有 法治局的人有沒有人在這裡 了不了解 像財團法人他設分院 這樣子 到底它組織編制上 需要經過立法院修它的組織 的條例嗎 它剛剛講說他們有一個設置條例 跟委員報告 他剛剛所講的就是 國衛院因為有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個財團法人法 2月1號最近才法務部送到立法院來 那國衛院是因為它有一個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 那它是一個公設財團法人 在這裡面設置條例的第14條有規定 說這個國衛院因為業務的需要 可以經過董事會通過後 可以在國內醫藥衛生相關研究機構設立分支的研究單位 他剛剛提的就是這一點 但是設立分支研究單位之後呢 它有沒有增加預算 還有它的每年度開始的工作計畫 在這個設置條例的第15條同時有規定 它在年度開始前要擬定工作計畫跟收支的預算 那這個預算呢 要由董事會通過後 陳報主管機關就是衛福部 那衛福部再報請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查 所以那這個是指它的預算跟工作計畫的部分 但是它的人員編制呢 它一定設了一個分院 可能有分院的院長啦 下面有很多這個組織 新產生的組織 這個組織只要經過他們董事會通過就可以了 董事會通過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有牽制到工作計畫跟收支預算 如果它有增加人力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它在它的年度的工作執行成果跟收支決算 都應該要呈現這個相關的成果 那如果沒有牽制到多的增加的預算或緣額的部分 那就是單純組織的調整 這部分就不會在我們第15條的規範上 它一定會產生新的多的人員組織 人員編制啊 一定會的 對 所以就會變成它要送 這裡面指的是它的那個預算的編列 還有它的工作計畫啦 要送從行政院這邊要轉送立法院審查 所以你的看法也是它如果要新設一個分支機構來處理這個 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這個熱帶醫學中心它的工作 要來擔任這樣的任務 事實上是如果用分院這樣的形式來處理的話 是不用送到我們這邊來就組織法上面去做審核 去審查吧 你的意思是不是也是這樣 早上衛福部有提到說 他們針對本案有提出了五種的不同的組織型態 包括新設的行政法人 財團法人 或者是新設行政機構 那甚至於包括今天陳委員所提的新設的行政機關 這幾個新設的部分 那這都牽扯到中央行政機關組織計算法29條第二款的規定 在新設的部分要考量是不是已經有其他類似的組織來執行 那這個是他們在方案裡面評估的 那另外他們評估的是在學校下面設分支單位 那早上委員也有提到其實有類似的 比如說台北醫學大學或者高雄醫學大學都有附設的這個研究中心等等 那他們目前現在所做大概走第五個方案 也就在財團法人下面設了一個分支單位 那在105年4月22號其實已經在台南跟高雄成立所謂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下面一個國家媒聞傳染病研究所 那從這個包裝雜誌看起來 衛福部是把它定位為它是一個分布的概念 好這個回頭我要問次長 剛剛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將來如果是依你的意見 依你剛剛早上所表達的意見 設立以設立分院 國衛院分院的方式 來承擔這個所謂熱帶醫學中心的這樣的任務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喔 這個你要想清楚 因為將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就沒有另外的原額組織上面的獨立 我的意思就是說它是在附屬在國衛院下面 所以它將來有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 它的後果就是說 它的預算工作計畫其實還是在國衛院裡面 有沒有辦法真正達到你們期待它所要擔負的 那樣重大的任務 那等於是在國衛院裡面增加一點預算 然後你們那個人員喔 也是從那個預算裡面去允支 對不對 從 有一些人可能派到 這個 這個 分院去那邊工作 這樣子 那 不用啦 那這樣子就繼續用 所謂南部 現在你們叫做病媒文研究中心 是不是 文媒傳染病 研究防治中心 研究防治中心 那這樣就好啦 意思不就一樣嗎 那還要成立一個分院要做什麼 有什麼差別 一定有差別 因為 差別在哪裡 基本上現在是一個沒有永久的 變成任務編組的形式的一個工作計畫 名稱當然先定下去也掛牌 分別在台南跟高雄 但長遠來看 面對整個全球暖化各種疾病的變遷 一定要有一個長久的單位 當然剛剛特別談到 在組織的上面是不需要 按照現行的是沒有辦法說 一定要送到立法院來 但是如果往後看 在國會院底下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分院 那勢必牽扯到經費的增加 同時也牽扯到他人員的員額要增加 根據尊重立法院的精神 我們當然會事先 在整個組織架構設分院的時候 一定會來立法院報告 我覺得啦 我的建議 就是說回去先設置條例裡面先研究清楚 我是希望如果真的這樣子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熱帶醫學中心所擔負的這個任務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們要想到一個長置 就是比較長遠的這種計畫 而不是只是一個任務編組 那當然 那一定是比較能夠獨立 有他的人事預算的這樣的機構 才能擔負這樣重大的任務 這個你要想清楚喔 如果只是說很權宜的說 在這邊設立比較好設立 那到時候弄下來喔 其實國衛院還是國衛院嘛 那跟你現在的有國衛院 跟沒有這個新的這個組織差別不大 那你繼續用這樣 你只要說 因為我們那個登革熱的關係呢 所以我們今年增加一點預算 增加一億或增加多少預算 來用一個專案來處理登革熱 那意思不是一樣了嗎 所以要想清楚啦 你要定位到底要定位在什麼 什麼位階啦 他越獨立的話喔 將來他所能承擔的責任喔 會比較重 然後他可以得到的資源也比較多 如果他只是一個附屬團體 那他能擔負的工作跟責任喔 一定比較小 他能得到的資源也會比較少 這個你們一定要想清楚 那今天我們這個委員會 也不會進入這個大體或逐條討論 尋答的過程當中 大家收集到很多的意見 那將來我想我們這個 要請我們衛福部 還要再去仔細的評估 他是要你要給他多 獨立的程度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有不同的可以所擔負的這個責任啊 他才有那足夠的能量 這個所以請你們要審慎的評估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的提醒 好 謝謝 我們結束林慧舟林委員的質詢 謝謝 謝謝李燕俗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許億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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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林俊憲委員 請林俊憲委員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我們衛福部的政務次長 請合車長貝許 行政總處的張副農事長 委員好 次長好 來 我們今天討論到底我們要不要設立國家實驗研究中心 從早上到現在我聽起來很多委員都有正反的兩種不同看法 但是我比較關心的還是食安問題 我們如果有一些組織的調整 其實也是為了要解決國人所關心的食安問題 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期間 食安就是他的五大政見之一 其中小英總統說我們要落實從食品原料到最後消費者來享用 那麼這一系列從泥土到餐盤的完整管控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這集中政府相關的單位 都是混権者秦術ordinator roadmap 他會不會接觸到領導到北ffen上 conserv term 那這集清issions保育性的 現在我給你本來可以選擇 不是有根據 我們想去選擇 可以選擇 軍堆 club 開放 甚麼 開放 scars bitcoin 從沒檢驗 衛物部食藥署邊境查驗 一直沒有提出來 也沒有發現相關的問題 我們每次都這樣子 就是說等到發現了 那就趕快來提升 這種或者這一類東西的檢驗頻率 就好像之前進口茶葉 也發現了農藥殘留 所以現在也提高了進口茶葉 這個就是邊境管理的問題 所以邊境管理如果寬鬆有破洞 那麼有問題的食品或原料 就會進入國內 所以這也是蔡英文總統 在她的競選時候 她有特別提到 你還記得小英總統的這個證件嗎 她裡面有寫到 要提高農產品的檢驗數量 所以這也是蔡英文總統 至少十倍 我想我們次長 你知道小英有這樣的主張嗎 知道 知道齁 十倍耶 要提高十倍 那如果要提高十倍 當然是為了要強化 我們檢驗 尤其是邊境管理的 那如果要提高十倍 那你需要人 可能需要人力 甚至於你的組織呢 需要再重新調整 所以啊 我認為 你現在優先要處理的 人事組織啊 應該是 食品安全 所謂熱帶醫學中心啊 我們國內啊 在南部啊 已經有高雄醫學大型的 醫學 高醫的研究中心了嘛 高醫是不是也有個類似的研究中心 揚明大學好像也有嘛 難道不能跟民間來結合嗎 我現在怕的是什麼呢 就重複架設相同的 醫學研究機構 民間已經有了 學校已經 大學已經有了 那我們政府單位再來設一個 你的能力資源有限 我怕你會浪費掉 我現在舉個例子啦 魚啊 還在漁溫裡面 水稻啊 還在農田裡 雞 或者雞蛋啊 還在農舍的時候啊 他的動物用藥 或者農藥 的添加殘留 是哪個單位在負責 農委會 農委會 好不好 沒有錯 那魚啊 從魚溫撈出來 賣到市場 水稻我們把它處理成為米啊 那雞宰殺以後呢 到市場 到量販店賣場 那雞蛋把它裝和 以後我來出售 請問他的動物用藥和農藥 殘留 是哪個單位負責 本部的食藥署 是食藥署負責 我們就分成這樣子喔 好 那同樣的東西 他只是在不同的地點 那全責單位就變了 就好像喔 一個食品啊 或者原料 他在 田野間的時候是一個人管 等他到消費者桌上的時候呢 又是另外一個人管 這中間的界線啊 出問題啊 那大家就互相踢了 那這樣中間的這個管控啊 就容易造成了疏漏 所以我在想啊 其實就食安問題方面來講 我倒反而認為 衛武部的食藥署啊 負擔非常沉重 應該要多給你們人力和資源 政府如果說真的要整合 食安工作把關要做好 是應該從這個地方來著手 我的選區在台南市啊 我剛好 上下班經過路線啊 我經常會經過我們台南市衛生局 我們台南市衛生局的食藥科啊 就類似的食藥署啊 就在他們大樓的四樓 我無意中發現啊 整個台南市衛生局 最晚下班的 都是食藥科 因為啊 現在食品安全啊 成為 全民所最重視的 那也因為台灣連續發生很多食安事件 這造成啊 我們相關單位啊 有很沉重的業務負擔 所以啊 我想食藥署 你如果沒有辦法啦 管控 就是說在源頭 就是說現在農委會處理這個部分 跟 不要再這樣區分啊 我認為這整個應該把它整合起來 那 北小次長你的意見 各位委員報告 基本上 國家有國家 現行不同分工的部會 那 在行政院 有三半 所以 很多業務 沒辦法從這個不同部會所管的事情 一下子要整個整合起來 針對某一項特殊的業務也好 品項也好 但現階段就是要加強 部會之間橫向的聯繫 從源頭一直到餐桌 其實都要有每一個環節上面的一個 這個是官僚體系運作的問題 這個不是聯繫的問題 你不必負責的 他管理就會鬆懈 食安一出問題 第一個追究就是你們 所以農委會 今天不是我指責農委會 這個就是行政官僚運作 這個必然的 他沒有負那麼大的責任 他的管理就會鬆懈 我們台灣 對於食藥署這種管理 應該是來自於美國的FDA 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像FDA他什麼都管 從源頭到最後 他真的就從泥土管到餐桌 不會像我們台灣有這樣的切割 所以我認為 與其 政府去設立什麼國家 什麼實驗中心 應該要先來處理你們這個部分 這部分的問題 或者是在 食藥署目前組織編制上 蔡英文還有另外一個政見 所謂毒物管理的專責機構 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認為這個也要設立 因為這個未來也可能要設立 因為這個是總統的政見 在總統對於食安的承諾裡面 他其中有一項 就是要成立 來管理這些毒物 可能會影響到食品安全的一個專責機構 所以我認為 現在相關的 把食品安全的責任機關 單一化 把它集中到 由衛福部的食藥署 把人力資源集中再給你們用 那比起去設立什麼熱帶醫學中心 更迫切 尤其毒物管理專責機構 目前台灣沒有 完全沒有 這個更有 未來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所以 本席認為你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組織 組織的變異 組織變動 去成立一個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 必要性的 國家實驗研究中心 我是在 持保留的態度 好 次長 以後有機會 再跟你來互相交換意見 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指教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 顏寬恒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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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徐國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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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solely 黃偉澤委員不在 吳智陽委員不在 鄭天才委員不在 徐永明委員不在 徐甄衛委員不在 盧秀燕委員不在 蔣乃欣委員不在 孔文吉委員不在 陳廷菲委員不在 陳明文委員不在 賴瑞隆委員不在 邱志偉委員不在 鍾嘉賓委員不在 游美女委員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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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主席 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請說列席的官員 大家好 主席老師可以請我們的 何正次 請何次長 備訊 委員好 何次長好 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個所謂的 國立熱帶醫學中心的這個組織吧 那這裡就牽涉到我想 最主要的就是在去年發生的這個 台南市的登革熱 那其實登革熱這個疫情呢 不是台灣就是不是第一次發生嘛 其實每一年幾乎都會發生 那在三次呢高雄發生 那但是這一次呢台南的這個病例呢 好像跟台南的 又跟高雄都不一樣 像是進入到第二型嘛 所以在這種情景之下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事實上台灣發生登革熱疫情 從1901年就開始 那1901年1915年1931年1942年 那尤其1942年那時候是最嚴重的 那所以在這裡呢就牽涉到就是說 好那對於這樣的一個登革熱疫情 說實在的 從1901年到現在2016年 其實呢登革熱已經發生這麼久 我們應該是累積很多的經驗 但是呢現在在談談這個 登革熱發生的時候 卻發現說 我們對於這個所謂的病美穩的研究不夠 然後呢經費也不夠 然後呢這整個一個 這個原因呢這個控制的這個 這個都不足 人才斷層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登革熱其實是一直在發生 而且從1901年 而且說實在 我們在早期 對這次所謂的病美穩的這個研究 其實還蠻這個蠻先進的 那後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蚊子他也會找他的出路 所以這疫情高高低低 是牽涉到病毒 還有本身這個病美穩的密度 還有人口的密度 人流的管制 這大概就是好幾個因素 但總的講起來主要是 全球暖化溫度升高 再加上全球的都市化 所以讓蚊子原來過去 需要找尋食物的這個時間會縮短 而且他速度會增快 同時各種地方隱密的支撐員多 所以會造就這個蚊子呢 他生存的條件越來越好 就因為都市化的關係 簡單的例子 我們過去水溝髒水是長加紋 但是因為現在進入比較都市化程度 要做雨水污水的分流 一分流水溫水反而是變乾淨的 乾淨的開始反而是長斑紋 所以類似這樣的不同的條件的變遷 那至於防治方法為什麼 過去我們曾經按照中央跟地方合作 在民國77年左右的時候特別的嚴重 大家記取教訓 開始針對鄧格勒做有效的一個團隊的防治 所以每年在高雄 從6月一定要打仗打到隔年的12月 甚至1月隔年的1月 但是所有的方法用了以後有效果 但是長久到最後這兩年 發現原來的一個方式還是不足 所以新加坡很早他就在他們自己的環保的單位底下 成立類似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研究單位 他們從源頭分析到最後整個方向 就是防疫的方向到最後醫療的一個角度 全部去做整體的一個調整規劃以後 早年他是來跟我們學習 那現在他們這三年來病例數確實降低了 可是他們今年是因為去年是聲音現象 他們只要估計說去年溫度有升高以後的八個月之內 以下過來接下來的時間 他們的案例數會暴增 所以即使新加坡做得那麼好 他今年預估是三萬例 三萬 新加坡其實人口大概六七百萬 他們預估他是三萬例 到今天為止 新加坡的總案例數是去年的大概2.5到3倍 所以其實面對這個不同的疫情 我們只能嚴肅以對 沒有什麼方法叫做絕對的有效 必須因地制宜 那今天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與其讓我們不斷的是被疫情追著跑 是不是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國家級的一個研究單位 把所有的人才培育也好 能量續足了 才可以應付不同 也不是針對只有登革熱 也許以後枝卡 甚至可能未來的疾病 現在東南有很多趨公熱 但是台灣很奇怪到現在 同一個病眉文傳染的疾病 台灣現在還比較少 但往來頻繁 也許趨公熱也會進來 那資卡也是一樣 都是同一個病眉文 所以主要還是病眉文的控制 那現階段來講 我們就是病眉文控制的人才 包括這些師資 幾乎快 真的快要斷層了 年紀最大的大概都已經 像連博士都已經八九十歲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快因應未來的趨勢 現在馬上就要著手進行整個做的調整 所以你們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成立一個國家文美的 這個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就在國衛院 國衛院的一個傳染病跟疫苗研究所 整個去做規劃 但是形式上有點像是任務編組 用計畫經費去補助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說那是一個任務編組 目前看起來是任務編組的一個工作 所以將來就是說 好 現在就如果說我們所謂的 這個國家熱帶醫學中心 這個要去成立的話 那這個跟這現在所謂的國家 這文美傳染病研究中心 這兩個之間的觀點是怎樣 是等於現行的組織跟工農的擴大 而且讓它定型 就是人事跟經費會固定 而不需要靠每年有沒有經費 沒經費就解散沒有人做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國家文美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把它擴編 類似這樣的一個意思 還是說這個應該消失 變成是所謂的熱帶醫學中心 還是 也不是消失 因為現階段已經有人開始用人 人才的培養跟累積的經驗很重要 所以可以把它延續下去 過去可能類似計畫是一年一聘 它有計畫多少錢我就做多少事 那讓它變成一個有永久固定的單位 同時有經費有編制 那這些人才就不會四散流失 所以在這個 今天我看到你們的報告寫的就是說 它如果說國家熱帶醫學中心的這個組織法 它其實是把它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機關嘛 對不對 所以當它變成是一個國家機關的話 這裡就牽涉到說 這個人才的禁用的受到限制 那以及這個經費的使用都會受到限制等等 所以這個次長您有提到說 它是不是也把它設在所謂的 國衛院下面的另外一個相受分院 那這個跟現在的這個國家 這是文美的傳染病防治中心 你是說把這個就併到那裡邊去呢 還是說他們是併醒的還是怎麼樣 併過去 就把它併過去 所以就不會跌床交誤 所以就是它有一個所謂的 原來是一個任務編組的 然後讓它變成是一個常設的一個機構 那這裡面有足夠的配備 足夠的人員去做這些的研究 那這樣的一個就是說等於是 國衛院下面的另外一個分制機構 所以它仍然是屬於財團法人中的 仍然是屬於財團法人 那它跟設立的就是說 如果它是另外獨立出來 純粹以這所謂的熱帶醫學為中心 為核心的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行政法人的話 那您的看法呢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成立另外一個新設的財團法人 按照我們所談的工作內容 反而會產生真正所謂的跌床交誤 比如說我們需要一些雲端資料系統 國衛院其實已經有了 所以如果是在同一個已經建設好 因為現在的所謂防疫 不是只有單純以前想的說 噢登革熱就是登革熱 它牽扯的層面其實包括從疫苗開始 到所有分子生物甚至到大資料庫的分析 國衛院甚至有到國際連結的一個功能 所以既然有這麼一個基礎在 往上做會比較功效增加 那我另外是成立 那結果剛剛講的基礎建設 它這邊又同時在做 那真的才有在跌床交誤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把現在的國家文美的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目前它的人力跟資源的配備如何 目前他們是特別設在台南過去的空軍醫院 那現在跟台南市政府的防疫團隊 也同一個地方辦公 那高雄市是在舊的議會對面的大樓裡面 四五樓包括環保署的同仁跟衛生局的同仁 環保局跟衛生局的同仁都一起 四樓五樓一起辦公 所以當有疫情要控制的時候 從當地的防疫團隊 跟現在的所謂這個防治中心的同仁 還有加上外部的學者專家 可以共同因為疫情去做分析 然後讓防疫團隊知道說打仗要打到哪一個點 然後他要預防的工作是做在哪裡 那個疫情的走向大概是在哪裡 大概可以整個做一個整合 對 那他現在是這樣的一個整合 就是說他其實不是一個所謂的中心式的 他其實是把它分散嘛對不對 有台南的有高雄的 各自買各自的一些需要的設備 對 也利用現在比如說包括高雄市政府 他原來有養紋式 那他們還是繼續有養紋式 就不需要再重設 所以只要有的資源是可以共享共用的 我們就這樣共用 當然如果新的設備不夠 當然還要再利用這個計畫裡面 比如有些學者專家 甚至也有購買這個空拍機那個去做 等於去調查 或者甚至在空中灑藥的一些小區塊的模式 是不是可以做 所以他們會按照他不同的一個需求的 以防治為概念的一個計畫 分批去採購他需要的一個軟硬體 那將來就是說成立這所謂的 國家熱帶醫學中心 就我看他的名稱 就設在國衛院下面的另外一個分支機構的話 那他是不是仍然是跟現在目前我們說 台南高雄他有這所謂的 就是等於是說比較是一個整合式的 那將來設立的分院以後 會不會又是變成有點就是所謂的中央集權式的 基本上不會 因為利用現行的運作模式 包括去年台南的經驗 我們學所需要的防治的效益要提升 一定是以防治團隊他需要後勤資源 包括各種資料的分析 還有實況的調查 才需要說跟當地的結合 所以不會研究自己去做研究 啊聽中央者不是 一定是地方上他有什麼需求 經過跟中央討論之後 才要求這個所謂的研究中心 防治中心去進行 讓整個防疫的工作 在現階段第一線的防治工作 能夠做得更好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的分院其實是 就是說以防治 防治為主的 不是研究為主的 不是研究為主 但是他也兼有研究的 是是是是 他的研究是以防治的需求去做的研究 在世界上來講也是有用的 也可以輸出也有他的一些產出的價值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陳怡傑委員 張立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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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姚文智委員 姚文智委員 不在 羅明才委員 羅明才委員 不在 林淑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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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王玉敏委員 王玉敏委員 不在 簡東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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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蕭美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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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 的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詢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 盡速送交個別委員 及本會 委員段儀康提出 書面執行 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 以書面答覆 那今天 我們就進行 這個尋答到這裡 那會另外 則起來討論 不過 有一點 就是說這個 關於這樣子的一個 機構或是機關的定位 到底是要放在 是一個三級機關 在這個衛福部下面的一個三級機關 還是財團法人 行政法人 或是現有的財團法人 國務院之下 這個部分 的決定 會影響說我們將來繼續 要如何審查這個法案 所以這一部分 我會 會後 我會請提案的委員 陳怡民委員 再跟我們國務院 做進一步的 這個協調跟溝通 等到有一些 結論之後 我們來繼續審查 那今天的會議到此 上會 謝謝大家 我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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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 都要講 來講 achelors 有的 對 我們來講 我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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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